昨天央行寄出一系列政策 堪稱台灣史上最重打房手段 請教新傳不動產智庫執行長何時昌 你認為央行是看到哪些訊號不得不出手 也有不動產業者就表態 央行打房打得太用力 你研判台灣房地產市場 央行的措施之下 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央行當然是看到房價上漲的幅度 真的是蠻恐怖的 當然是不只是全台灣的都 主要都會去房價上漲 連蛋白蛋殼區都已全面的上揚 所以央行會擔心房市會有泡沫化的問題 因此要提早出手來做進一步的壓制 至於央行說它是打草房而不是打房 其實這個都是多餘的解釋 因為從政策面來看 那就是很標標準準的大房 而且是連挫殺無辜都在所不辭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連這個幻屋族或者是名下有一間房子 它可能是已經還完貸款要買第二間的人 連這種都全部都開始通殺了 那所以基本上呢 央行的作為可以解釋為打房而不是打草房 至於說央行重手打房之下呢 我們預估今年的第四季房市 應該可以說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啦 已經完全是提早放寒假了 那第四季的價格應該會出現盤整鬆動的一個情況 那有沒有可能大跌呢 目前看起來第四季大跌的機率相當的低啦 因為回復鬆動大概房價會跌個5%之內 可能是跑不掉的 中古屋的房價跌幅可能會比預售屋還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古屋會立即面臨這個交入貸款的問題 而預售屋的話 因為預售屋已經禁止轉售 所以不會有投資客丟出來的賣壓 那就要看建商的口袋深度來決定 這一波預售屋價格的跌幅會有多少 所以可能在蛋白區跟蛋殼區的部分 是否會是接下來房市重挫的比較大的來源 當然大家都預期蛋白區跟蛋殼區的房價跌幅會比較重 比較兇 但是實際上可能會出乎意料 因為根據今年8月的新易房價指數來看 台北市反而是率先鬆動 房價率先下跌的地方 那七八月是正處於台灣這個銀行自發性限貸令的一個高峰期 那台北市率先鬆動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台北市的房價比較高 所以在房貸層數不足的情況之下 屋主或者是賣方他的降價意願會比較高 至於蛋白蛋殼區的話 還是要看守購族願不願意捧場 如果守購族新清安的買盤還在的話 蛋白蛋殼區的價格跌幅應該不會像外界預期的那麼的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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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